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butter cake 可是今天我们做的这个butter cake 是orange口味的 那这里我就准备了一些新鲜的orange 那再来就是260克的低筋面粉 那这里有4克鸡蛋 还有200克的细砂糖 当然少不了做butter cake 一定要有butter 就是牛油 这里牛油大概是250克 那如果你想要给它看到 更加橙色的那种感觉呢 你可以增加一点这个颜色蓝色素 那首先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butter打松 就是把这个牛油打松 那如果你的牛油呢 是从这个冰箱里拿出来的话呢 那你就一定要提早3-4个小时拿出来 让它回温软化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打发了 那现在我们要来打发这个butter ok 现在已经是打好了 那你看它的颜色呢 就比刚才白了一些 我们先把这个边边的稍微刮一刮 让它全部都刮到中间去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200克的细砂糖一次过加入 ok 加入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打发 那现在一样的 我们要把所有边边的哦 都尽量把它刮到中间去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个鸡蛋加进来了 这里我是比较懒惰哦 就两颗两颗一起打吧 再次的把它搅拌均匀 好 现在呢 可以把另外两颗鸡蛋哦 也一起加入 ok 再次的把它打个蓬松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面糊火挂到中间去 那现在我们要加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orange 可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orange加进去哦 我们只需要削它的这个皮 因为它的皮本身很香 不过最主要呢 这个橙呢 一定要洗干净先哦 好 那我总共磨了三粒了 应该是蛮多的哦 来 你可以看看 应该是蛮多的 那这个已经是磨完皮的哦 现在我要来取它的这个橙汁 我们大概要80克左右 ok 这里总共是已经有80克的这个橙汁了 哦 大概就是两粒橙这么多 那现在这个已经是挤过 其实我没有挤到很干的那一种 它还是属于那种渣渣的 哦 其实这个渣渣的呢 也是很不错的哦 你可以把它取下来 把它切成细条状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稍微切碎一点点 如果没有把这个橙汁 另外把它就是捏出来的话呢 那这个就会太潮湿了 就会影响整个我们做蛋糕的那个过程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给它一点半干半干的感觉 切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放进这个碗中 好 然后大概就一整碗了 我们先把它放一旁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一些橙皮稍微混合一下 你看所有橙皮都在里面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260克的低筋面粉过筛 还有把这一茶匙的baking powder一起加进来 就是这个泡打粉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混合均匀 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面糊呢 是非常粘稠的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80克 80克左右的这个橙汁呢 把它加入 然后再把它混合均匀 那如果你是想要 给它有一点点这个橙色的话呢 你可以加一点点这个 orange那个染色薯 好 那现在已经是好了之后呢 那这些呢 我就可以把它加入了 很多哦 就是两厘层的渣 其实还不算是很渣的那种 因为刚才我挤的时候呢 就没有说把它挤到很干的那种 它是还是潮湿的 已经是混合均匀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放入模具中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涂抹一些油 直接用牛油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防粘 还有这边 还有底部 全部都要涂 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面糊 倒入模具中 打好之后呢 可以稍微把它抹平一下哦 那抹平之后呢 再把泡泡震出来 首先烤螺旋一日 以试试160度 烤50分钟 那在等待的当儿呢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切一些橙 来做一些摆饰 在它的上面那里 那首先呢 我们就把这个切开 切好之后呢 我们再慢慢的哦 把这个肉呢 切出来 OK就这样一片一片的 那这个另外一列呢 我就尝试先剥了皮 然后采来切 我看应该会比较好切吧 的确会比较好切 全部都好了 可以先把它放进去哦 好 就这里大概是两粒 如果不够的话呢 等下我们可以再切多一点 好 那现在50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蛋糕呢 用这个竹签测试一下哦 你看这竹签是干的 也就是说这个蛋糕呢 已经是烘烤好了 就可以出炉了 那放凉之后呢 我们再来脱模 现在已经是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了哦 你可以看看 它还是有一点温温的 可是它周边的 开始有点瘦缩哦 所以已经有一点空隙了 那我相信呢 现在拿上来应该不难 不需要去切割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是有 就是有涂了一层油嘛 你看 它拿上来的时候 是很漂亮的哦 所以不会有粘边边的感觉 那现在拿上来之后呢 我也必须把底层拿走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哦 就是把这个东西盖上去 就是按住中间嘛 整个把它倒反过来 OK就这样拿上来了 那现在整个造型都已经是很美了 如果你一般上是普通 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庆典呢 我觉得你这样拿来吃呢 都应该是很好吃的啦 不过呢 因为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 那我就想 就是做一些decoration给她 那刚才我已经是 切好了一些那个橙 那首先要做这个decoration呢 我已经准备了这个 weeping cream powder 这个是一般上我都很喜欢用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买那个奶油 打发奶油 那可是因为奶油 如果你买一大包的话呢 你没用完的话呢 它很容易就会过去坏掉 那如果买这种粉状的 它可以储存比较久 那我们要用几多就拿几多出来哦 那这里呢 我大概准备的是100克 那相对的 因为它是一对一的 你只需要再加多这个100克的水 一定要冷水哦 所以我里面有放一些冰 那你不需要再加糖了 因为它已经是混合好 里面已经是有糖分的了 那把它倒进去 连冰块一起倒进去都没问题 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打发了 OK你看 是不是很快 一下子就打发好了哦 你看它不会掉的 OK 整个已经是好了 那现在呢 我只要做简单的就好 我只是要把它铺上去 我也不想把它弄得太多层的 其实这个呢 已经是很多的了 那这个是刚才已经是切好的层 我已经是把它放在冰厨 大概有两三个小时 它已经是冰冰的了 其实这个还是有点温 最好呢 是放到完全凉透呢 再来做这个 它会比较好 不然呢 这个 wipping cream呢 其实它 铺上去的时候 有一点温温呢 它还会更软的 不过因为我今天 是没有做这个裱花 我只是要想把它铺上去罢了 所以应该没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这个人呢 就是有一点懒惰 等了 等待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不要再等了 那我不需要裱花 我就直接把它这样涂抹上去 一层厚厚的 所以如果你家没有裱花袋 没有这些工具 都没关系 把它涂上去就行了 我只想把它涂在上面 其实旁边我不想放 让它如果是软化的话 它有可能会自然的 自然的留下来 就这样铺一层 在上面 在上面 丑丑的没关系 其实不是丑啦 这种也是一种艺术 那现在呢 我就要把这个橙 把它铺上去 要怎样铺呢 那我看应该就是 左右吧 它会这样顺着过来 然后再把这个cream 放进去 这里大概就是两粒层哦 这么多 OK 已经是好了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呢 又好看 那这个边边呢 我就故意不要再放这个cream 就让它看到这种自然的蛋糕感觉 那到时切出来呢 一定是很好看的啦 那现在呢 我就要再把它放入雪柜 让它去冷冻一下 那吃一点呢 晚餐过后再拿出来切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 wine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ah 哇 你看看 这蛋糕切之后呢 里面也是很漂亮的 这蛋糕的设计虽然很简单 可惜整体颜色的配搭也很美 蛋糕上面就简单摆设了几片橙 那你可以看到呢 里面呢 是有这些橙渣在里头的 这蛋糕看上来就很有实意 虽然还没吃进口里 可是我就能够嗅到这橙的香味了 好那现在我要试吃了 哇 真的是很好吃耶 当你咀嚼着蛋糕的时候呢 整个橙的香味就会散发在你整个口腔当中 不过有可能抹的橙皮有一点太多了 却造成了有一点点的苦湿 但整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很天然的橙的香气 那这种butter cake呢 其实很简单做 是属于零失败的 而且呢 含有古早味当中呢 又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 真的是很不错 那好 各位朋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赏我的视频 谢谢您 sympa 这些才分似的 很了 사 谁 muốn够上来 不是 心中心 800